大陸 滾滾濃烟伴著大火 從幾新大樓裡竄出 這裡就是臺北最兇的兇宅 因為前前後後 二十四名住戶死於非民 多面休台之說 不盡而走 也讓房價值值若 大樓裡面大部分 都是像這樣的小套房 居然在臺北的蛋黃區 價格卻不高 就連李婉玉公司 也曾買了九戶套房被套牢 不過現在在凶宅的土地 最新成交拍賣價四千多萬 原來大樓前身時代大飯店 因為欠稅 名下的土地被法拍 二十二點六瓶的土地 第一拍七千兩百萬流標 第二拍降價照樣罰人問金 直到第三拍 才以四千七百八十八萬賣出 平均每瓶土地價格兩百一十一萬 跟區域的一個同類型的產品 它的一個價格的部分 事實上並不算差 多數去購買這一類土地持分的買家 那他們通常都會是 就是共有人之一 那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土地持分的一個取得 那去未來再如果說整個標的 它可以有一個 整建的機會的時候 它可以獲得比較大的利益 景星達爾的土地就在市中心 其實很值錢 雖然是凶宅 也因為交通很方便 還是有很多人住在這裡 一直有傳出要改建的聲音 如今土地被高價買走 是否有都更計畫 外界都很好奇 三星文零送密碼箱 台北報導